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110年度幸福花莲春节生活物资的发放活动 从26号开始一直进行到29号 在13个乡镇市正式的展开发放的作业 而先从花莲南区的富里、卓西、玉里等地区开始 预计要发放16610份的白米 建府社会处也呼吁领取的民众务必要戴上口罩 并且响应环保、自行带、环保袋 一起来提前迎接温馨愉快的春节 花莲县政府110年度幸福花莲春节生活物资发放活动 从1月26号起到1月29号在13乡镇正式展开发放 先是从花莲南区富里、卓西、玉里、瑞西等地区开始 预计发放16610份白米 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未歇 县府持续配合中央指挥中心秋冬防疫的措施 提醒乡亲民众必须在进入发放场地前 佩戴口罩进场 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 除了长者或是身心障碍者 必要陪伴者之外 请民众单独前往林区 再一次强调我们为了达到环保的目的 所以也欢迎各位乡亲自备环保带来 那也提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有介于地球暖化 为了降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也配合了推广环保的政策 首次在米袋上设计提把 考量长者以及行动不变者 提醒民众应该考量物资领取分数 被拖所需的环保带 记者高松松 玉里采访报道